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Hello,Della你好,大家好 袁醫生,有些聽眾都想問一問一下 甲狀腺結節的問題,應不應該做手術呢? 其實甲狀腺結節,即是叫Phyronodule結節 是一種在甲狀腺素裡面的一種腫塊 它可能是單發,也可以多發 可能是一塊或者多幾塊的 在臨床上比較常見的 但其實很多時候都沒有什麼明顯的症狀 它個人會有些不舒服 或者跟甲礦、甲礦、甲礦有些不同的 但通常在體檢裡面是無意之間發現的 但一發現之後 那些人會怎樣去處理它呢? 一般通常都是用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開一些藥 尤其中醫方面都會這樣想的 用一些散結藥來用一下它 第二當然是用手術開刀 當然在手術呢 在治療的甲礦結節方面是最常用的方法 當然也是立行見影 因為各種都沒有了 但你有沒有想到 切了甲礦有什麼影響呢? 加上線手術可能帶來什麼病發症呢? 這兩個東西 有些可能只是暫時的 但可以恢復的 但有些比較嚴重的影響人類的生活 即是兩方面的問題 是 甲礦線手術本身的問題在哪裏 首先講的是手術本來帶新的問題 當然甲礦線手術都有些風險和治療病發症 但通常發生率都不是很高 往往都是暫時性的 可以恢復的 但也可能有些比較嚴重的 亦都可以對你的以後的生活帶來一些明顯的影響 比如第一 那個神經線的角損傷了 因為甲礦線周圍有很多重要的神經 尤其是支配陰帶的喉 回去神經和喉上的神經 在甲礦線揭切手術裏面 那些濃腫的手術裏面 為了切得乾淨一些 所以很多時候就會切深了 那這些這樣的 如果傷了一些後反的神經 那會導致聲音施啞 或者是傷質神經時嚴重的損傷 也可能導致失聲 進食就會瘡咳 甚至呼吸困難 如果傷了後上的神經 也可能導致在音調低沉 飲水都會切 始終甲礦線周圍 有很多重要的神經線 所以一個不小心 是弄壞了神經線 第二就會低蓋血症 因為甲礦線旁邊 有甲礦線背後 上下一般左右有四粒 我們已經叫做 是分泌在甲礦線旁的 那個線激素 那這個激素呢 這個是用來什麼呢 是提升我們血鈣的 要維持我們身體裡面的鈣 正常的含量 那甲礦線手術呢 特別是整個甲礦線全部切完 那很可能呢 就會傷及這些 就是黏在後面的那些 那些叫做甲礦線旁 就是parafirul 那以後呢 就導致呢 血鈣降低 出現手足呢 就是抽筋 口麻 口唇麻痺 那有些是暫時 但是很多是一輩子都好不回 都挺嚴重的 我亦都遇過這些 的案例 那他以後呢 就一直要吃那些 甲礦線素 要不然呢 他就會抽筋 有很多問題 是是是 第三呢 就是頸部的電痕 那很多人你知道啦 做了手術之後呢 有一條很長的拉痕在這裏 那有時有些拉痕呢 會成為一種電痕 就是肌萊 那拉越來越大 那很難看 那你會發現呢 很多人呢 他就會呢 常常帶些什麼呢 是頸的 那些頸色 是是 頸鏈啊 或者一個頸那些 一個斑 或者是絲巾啊 絲巾 會掩飾著它 因為呢 那條痕呢 可能會發大 變成一種電痕的 這就是手術出現的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如果你的甲上線素呢 如果你真的割了之後呢 其實有什麼影響呢 那我知道呢 甲上線呢 是分泌的甲上線激素呢 是T3啊 T4啊 那這個激素呢 是調理身體的代謝的 那手術割了甲上線呢 那患者呢 可能出現甲上線功能減退的症狀 那譬如你會感覺到皮膚啦 記憶力下降啦 體重增加啦 怕凍啦 情緒低落這些 那些這樣 那所以呢 那些呢 接受了這些 這些切除的 甲上線 惡性腫瘤環 就當惡性啦 那 沒辦法了 那當時只能夠 懂得 就是割掉它 那就要吃呢 那一世呢 就要用那些甲上線激素的 就是Firoxin 那樣的 那第一呢 就要補充甲上線激素啦 因為甲上線激素 是必須要的激素 不可以沒有的 那另外呢 就是分化了甲上線的癌 可以抑制呢 是那個 甲上線激素 降低呢 是復發 還有轉移的 那就是 就是吃這些這樣的荷爾蒙 那就是這些激素了 那就是在 在 在不同的程度裏面呢 就是他們呢 都會先 檢查一下 就是到底呢 那個結節呢 是不是有機會呢 是惡性啦 那但是 雖然大部分結節都是良性 那他們在做這樣的檢查裏面呢 如果發現呢 惡性的結節呢 那個邊界是不規則的 是出現一些毛刺 毛刺啊 或者乳頭的突撞的 那就是在結節的周圍 那結節的中環比呢 那個環切面呢 是前後的直徑呢 就是它有一個比例 就是 那個危險性的增高幾多 那有時候它用一些 是超音波的圖像 是看你周圍那方面 看看有沒有一些低回音帶 那樣 就是由這些方面呢 是看一下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惡性的經驗大不大 那樣的 那雖然也是 那如果有些 在現時的一般呢 如果發現你是一種惡性的呢 他們通常呢 第一手線呢 都是 就切了就算了 是 好了 那記住呢 手術裏面呢 都要注意 就是要慢一下 你走到那條路 那你要知道呢 手術呢 那個要注意這幾個時候呢 就是那個 第一就是手術後容易出血 那因為出血呢 會壓迫血管 導致呼吸困難的 那手術後呢 就要注意 那個病人的傷害有沒有滲血這個情況 那如果是觀察那個病人的呼吸情況 如果出現滲血的情況 壓迫呢 就一定要及時處理的了 一會一會打開來呢 會引流的 要不然呢 是幾危險的 那第二呢 也都可能呢 是導致呢 那個氣管軟骨軟化的 因為長期的腫瘤呢 會令到血管呢 有種壓迫的症狀 從而導致氣管的鬆軟的 那如果甲狀腺結節呢 是不會出出隨時的 所有連帶的組織呢 是有些軟骨組織的支撐的 一旦脫掉之後呢 支撐沒有了 那出現呢 那個氣管軟骨軟化呢 是出現問題的 你明白嗎 就是氣管 不是這麼簡單的 氣管有些軟骨頂住它 那你切了的時候呢 那氣管就鬆了 很多軟骨 會有些什麼問題呢 那你都要留意的了 那第三呢 也都會出現那個喉頭水腫 那同時會導致那個呼吸系統困難 那所以呢 要首先呢 就是那個外科手術之外出血的問題 那軟骨那個軟化的問題 那還有呢 就那個喉頭水腫的方面呢 都會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它 OK 那當然啦 第四呢 就是手術後呢 會引發那個聲帶的損傷 而出現聲音麻痺 那大部分那個甲藏腺手術後呢 都會有損傷那個喉的反 喉反的神經的 那但是呢 甚至乎呢 出現聲音是麻痺的 那有些是無緣故的聲音麻痺 那也都可能跟那個 那個甲藏腺的結尺手術是無關的 那但是有時候呢 就是這些會持續的 會耗得回來的 那但是有時候呢 一直都耗不回來的 OK 那當然呢 第五呢 就會損傷甲藏腺旁邊 和那個甲藏腺的產生 那一部分的結尺手術呢 會想損傷甲藏腺出現的甲藏腺的 那就是這個問題了 那只要你看到呢 其實呢 很多時候呢 那些人呢 就一發現了 有些結尺呢 就 就去被人開刀 那這個是很不易的 因為呢 我們也知道呢 就算你那個 那個甲藏腺的結尺呢 第一它大部分是良性 當然也有機會變成惡性 那但是問題呢 我們現在的臨床的資料顯示 如果你就算是惡性的甲藏腺呢 其實呢 大部分95%呢 都不會令你短命的 嗯 就是你都不會死在這個 那我和大家都分享過很多次了 在日本有一個很大型的數據呢 顯示呢 一些正常年紀大的人 過了生之後呢 80歲以後 過了生的那些人呢 你去做一些這樣的解剖檢查 發現很多這些自然過生的人呢 原來都有癌細胞 有癌腫瘤 那就是說呢 其實癌呢 其實很多人都有 跟你身體去共存的時候呢 你都不需要太過急切去干擾它 去割它 那就算有這些問題也好 那除了 就是中醫也有這些 有這些這樣的成藥 有這些藥呢 你企圖幫你去解了這些的 那在我們的醫療裡面呢 幫我們療法很多這些的手法 很多工具的 那當然我醫了很多這些 那些一甲上線 甲礦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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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礦尤其是比較多些 那也都是 有些甲呢低 那這些是結節的問題 那所以呢 有時候呢 遇到這些問題呢 就是不用太急 就是用一些自然的方法去醫 那當然呢 又不要要求呢 就很快 是 有兩三個月就有結合 那不會的 通常有很多意見的 但是因為既然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醫療的時候呢 病人本身呢 是有些症狀的 他們覺得有些壓迫感 OK 就是到某個地步 那是壓迫感的 那起碼呢 在治療過程呢 你會慢慢發現 那些不適的那些感覺 壓迫感會消失了 嗯 但是那個結節就不會那麼快的 都要一月一一 要多一點時間才能處理得到 OK OK 那所以呢 其實在一般性來說呢 都要可以尋求其他一些的方法 就不要說去立即去做一些 很創傷性的一些的手術啊 或者是傷害到其他周圍的那些的 組織啊 一些的治療啊 那樣先啊 那正如剛才說 大部分都可能是良性的 那都可以呢 就是不需要急切性去得那麼快 那所以 所以在這篇文章上面呢 也都提及到呢 其實就是因為 很多人都不了解的時候 也都是想要立即的 你立即切了去 以為 其實不是 其實引起很多的後遺症 就是你相對時間 你可能就已經那個結節 那些東西已經是慢慢地形成的 那你需要都要給回少許的時間 讓它慢慢地去 你的身體去消化回去 去減低回去 那個那個 讓它不要再再變壞了下去 就不需要說呢 立即一刀切了去 是的 在我們的醫療裏面呢 很多時候有些人問我們 就是你的病人裏面呢 好成怎樣啊 好比比例多少啊 其實我很多時候呢 我只能夠說真相給他聽的 其實呢 在醫療過程呢 醫生那個是只不過佔那個四分之一的 是 有四個因素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病人本身的態度 是不是 他尋求我的醫療 是不是真的很誠懇 想要用我們的方法呢 不是走來考考我們啊 看我們厲害不厲害啊 有什麼大學藥啊 沒錯 這是第一 所以他帶病人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第二呢 病人的周圍的人 家人呢 有沒有雜音 就是沒有那些 經常都在騷擾著他啊 叫他不要走前醫療那圖啊 是的 要走他開刀發療電療啊 那病人呢 在心境上已經這麼困擾呢 又加上家裡沒有人 沒有人支撐他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 第三 當然是醫生了 就是有個醫生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本事 有這樣的能力呢 是可以幫這個病人好得上呢 那最後第四呢 有個病人配不配合呢 是不是 那個醫生要做什麼都好呢 都要被人配合的嘛 是 所以這個四個條件之下呢 缺一不可 是 OK 靠醫生是不行的 因為要缺一不可 那其實最重要 很大的因素呢 都是那個配合得好 很多病人都是很急的 是 醫病人要很快很快 但是他不明白呢 有很多的結節問題 有腫瘤問題呢 其實呢 是很多言的 不是十言八言 起碼的 所以你不能夠要求你的身體呢 就算是要改善中 好緊呢 其實都是時間的嘛 是 所以呢 其實這四樣東西 如果是符合了呢 其實很少病人說 不會得益 得益的意思都 不是說我們一定可以令到 這個癌症病人 可以好得益 起碼呢 他可以覺得舒服很多 是的 是 即是時間長些 還有很安長地呢 是過了他的餘生 那個人都要遷就 就是你不能要求到 任何的醫療呢 是有機會呢 可以令到你長生不樂 是不可能的事的 但是最重要呢 你要了解那個醫療的本質 那背後在搞什麼 你才有機會呢 是避免一些很傷害性的醫療 無效的醫療 是 亦都有機會呢 是接受到一些有效的醫療呢 是從而令到你的健康真正改善 但是記住呢 不只是靠醫生的 醫生怎樣厲害都好 都是沒有其他四個條件 都不行的 是,,,當然是 即使醫生imum ya patients 譬如如如弦醫生 你叫病人好要採用什麼 六畳經一看 你的健康店成立 要配合上醫生的提議給病人 他的必要設立的時間 喜居飲食要用些什麽做些什麽 店铺在這裏 醫生說了 但是你自己不買回去 都不用的 其實不會是那個能量 就算是自然醫療的能量 都不會自己走到你的身體裏面 你不要當然了 我買了 為什麽不好的 我叫了你去用 你都不做的 不會好的 還有很多是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這些都要改 要配合 所以其實我們能夠做到的事 已經做到很多了 我是這麽多幾十年來 幾萬個病人 有四科醫療專業的背景 是真的沒什麽人有這樣 但始終都不是代表你來這裏 一陣子會見到你就可以好 結果一次就會 當然不會的 那四個條件是很重要的 缺一不可的 是的 自己要實踐 而且要一邊跟進下去 因為始終都不斷有 身體也都在這裏 在他康復的過程裏面 都會有高高低低的 都需要完醫生 我們同事幫忙 對他去跟進著 如何有些調配 有些調改 才可以再踏上健康之道的路程 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多謝袁醫生跟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三個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